有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台上有三四个说相声的 也是群口相声 还有台上十几个说相声的 化妆相声 台上二十几个说相声的 相声剧 台上三百多个说相声的 追悼会 这形式都不太一样 一般的一人打人就到头了 为什么我一个人上来呢 有的观众纳闷 你搭档呢 是不是死去了 给您解答一下 哎呦这个好事 有点事没来聊 搭档张宏帆 出了点小状况 路上跟这个卡车呢 发生了一下小的寡蹭 卡车胜利了 卡车叫了一下利 反正也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张宏帆 整个人就是 就左手 就左手没事 人已经碎了 教育都拿啥块呢 反正有点事没来聊 我那一个人上来跟你聊会儿 小演员也没什么名气 上台先得做个自个介绍 跟你各位认识认识 学生我叫李思明 谢谢 谢谢后边的朋友 我叫李思明 谢谢 还没记住 谢谢二楼的朋友 这有啊 来的观众不好 今天满起满座 好久空座就算是满了 跟我来多个观众吧 演个好好演出 卖力奉献 来这么多 也有空座 空座不是说咱这票没卖出去 现在向上夺货 大伙也愿意来听嘞 保不齐呢 这个空座 人家还有点事没来了 而且大伙也没做稳当 我这是开场 上来先跟你聊会儿天 不是说向上 你有这个点个瓜子的 要个茶水的 还有这空座 可能还有600多公里 开车没到啊 他可能也到不了了 咱稍微等一等他们 我上来先陪您聊会儿天 头一场节目叫什么呀 好比您出去吃饭 我吃那神秘啊 鸭桌的小菜 拍个黄瓜呀 拌个土豆丝啊 就是我这样的 您得好后听 后面的节目越来越好 一会儿能够猪头肉 我王八汤了 就都上来了 王八都在后头门 我看看我先陪您聊会儿 说得也不好 您就多担在这儿听 当然大伙能来到这儿 我大心眼里高兴 您来到这儿说明什么呢 您就爱听下来 当然你有的观众 不是专门被听下来的 有的观众说我是这个 陆沃 有旅游的朋友 一看这儿 大栅栅三姓园 铁德云社 我们这是金字招牌 想进来热闹热闹 都说德云社说价有意思 买张票 进来以后听见怎么回事 有陪着朋友来的 有陪着男朋友来的 有陪着女朋友来的 有陪着男朋友的女朋友来的 有陪着女朋友的男朋友来的 都有 带着自个儿女朋友来的 就带着别人女朋友来的 反正带着自个儿的女朋友呢 祝你们幸福 带着别人女朋友的呢 祝你们平安 总之您能进到这个剧场里边 就说明您喜有倾向了 为什么 向上有意思 逗乐吗 语言的艺术通过幽默 把您带入一个情景之中 逗您开心 现在观众也是 这个审美越来越高了 不跟过去似的 现在大伙看得看好看的 听得听好听的 你想听歌 谁唱的越好 你越爱听 看演出也是 谁演的好 你就爱看 包括现在这个 她的审美也提高了 小姑娘也爱倒叉 化妆 小姑娘留那个发型 也是越来越好看 那姑娘爱留中分 留中分 为什么留中分 显得脸小 实话 小留中分 小可的一看 小姑娘会留中分好看 这小脸 多可爱啊 十几年把这中分往外一扒呢 挨麦克斯 这脸呀 就是巨木啊 六十四寸大彩殿 也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说她留这个 爱美之心 人家有知 一留这中分 显得脸小很可爱 好看 还有那个小姑娘 现在爱穿高跟鞋 显得各高 窍窍 一穿高跟鞋 哎 不拔起来了 一走道好看 一走道 小伙子一看也爱看呀 为什么呀 小姑娘一穿高跟鞋 那显得腿长啊 一穿高跟鞋一走道多可爱 也好看 小伙子爱看 等她把这高跟鞋一搓呢 这是换假之的 这是 这就跟您玩笑 就说这个审美越来越高了 爱美之间人家有知 现在甭管是各行各业 大伙子都知道这个 好好的导致一下自己 您不跟过去似的 您要是搁的这个解放前呀 过去旧社会呀 甚至乃至清朝啊 明朝啊 您搁的过去 不是说谁都有这个 给自个儿导致好看的 不是谁都有这权利 那会儿您要是说最讲究的 得是干嘛的呢 当官的 官换之后 当官的 甭管极品 讲究的是这个相貌 甭管这相貌啊 声音啊 家庆条件啊 都得好 当官 尤其是这个过去 您看这当官的 您要是说 长得都还过去得去 就说这声音要是不好 您想当官都差点意思 您说这个嗓子不好 当官怎么当不了 这个您讲个小故事 说的是什么事呢 清朝 咸凤年间 有这么一位 家里 他有钱大财主 姓黄 叫黄虹 有点文化 家里那些大财主嘛 过去讲究这个读书人 读书人的这个地位比较高 都送去读书去 也送这黄虹去读去 但是黄虹呢 这个不能说脑子笨 孩子都是贪玩的嘛 也学习 学的可就不算太好 考这个科举考试过去讲究 科班 考完以后 不管是状元 榜眼 也探花呀 考完了 给你发外任 当官去 一点一点 当榜 经官当 他呢考科举考试考不上 但是过去那个社会腐败 除了科班 还讲究有捐班 什么叫捐班 就花钱买官做 家里有钱不在乎 捐班就捐吧 这些黄虹黄老爷 一表人才长得也不错 也有点墨书 文化还不错 写字写的也好看 这官呢 他也会当 懂得这为官知道 怎么阿谀奉承啊 哪给点钱呀 捐来捐去 这官可能越做越大 最后做的经官 做的一个什么官呢 礼部侍郎 各位 三品大员啊 礼部侍郎 相当于咱现在 什么呢 外交部的长官 管这个国家的礼业 礼法呀 这个怎么跟别的国家建交啊 这都被礼部管 礼部侍郎 很非的一个差事 为什么说这一差事非呀 咱刚才说这礼部侍郎啊 管不管礼法吗 咱北京城您都去过 有天谈地谈 日谈月谈 各个谈 到了年下节 都有这个仪式 就是大年 那好比天谈 有这祭天大年 归谁管呢 就归这礼部侍郎管 被人说肥群人 这一个祭天大年 皇上就得过去好几万年 这银子来 那银子用得了 用不了 质扮东西呀 买来买去呀 横着啊 你把破了花吧 也能落去 几万两银子来 这一个祭天大年 恨不得就把这买货的钱 就给赚回来了 尤其呢 这个祭天大典 一事开始了 把这贡品都摆好 一事一结束 贡上神之士 贡彻人之 贡品一撤下来 给谁呀 就李副侍郎 带手机使唤人 能卖卖卖不了的 大伙一分 倒在兜里又是一笔钱 肥轻 还挺好 捐了这么一锅做 李副侍郎 你看这锅哪儿都好 就有一小缺点 到了这祭天大典的时候 这李副侍郎有个任务 到那天坛 您都去过 有那元秋坛 在上面这李副侍郎 得读祭文 读祭文呀 嗓子就得好 咱们这个黄虫黄老爷 就这一个小缺点 说话声音的 稍微的沙哑一些 大概其就这个味儿 您琢磨这味儿 黄虫老爷子祭天大典 那这祭文 大典太时 黄虫老爷子能高兴吗 当时拖出来就得给斩了 黄虫黄老爷 我这嗓子不行啊 眼瞅着没有两月 这祭天大典就开始了 祭文什么都写好了 在家里 也得练了呀 黄虫黄哪是这祭文 风天成云 黄帝照云 说几个 看我这嗓子怎么样啊 试回人一看 大爷您要指什么 太恶心了 听着 您那嗓子稍微 差一点啊 您这祭天大典 反正 对不不好 您就死去 这声音黄虫老爷子 能爱听吗 谁也知道 我这嗓子稍微差一点 可是这祭天大典 就得我读这几文 我也发愁 这正愁着他 怎么那么巧 就这府外面 过来这么一位 干嘛的呀 做小买卖的 拜什么的 卖豆腐的 过去假就这个 走街串巷 大小买卖的 小乎 甭管卖什么 得把自个儿 卖的东西 腰卖出来 这卖豆腐的腰卖也很简单 就俩字 就这豆腐 有特点 豆腐出来这么大 这腹字也得定这么点 您不留神 顺着空气 能跑的 一腰卖 高丰 但是一腰卖的 这嗓子很亮灯啊 大这小伙子 年纪轻轻的 嗓音条件也好 也有点耐天气 这一嗓子 多少进院子 还就给他打透了 黄虹黄蓝 这么在屋里 待着一听外面 什么声音啊 这么有穿透力 赶紧叫始华人 去出现 看看干什么的 给我交进去 始华一看 老爷吩咐 得嘞 您接着 我们出去看看 说的话到府门卖那 一看这卖豆腐的 老爷发挂了 那个卖豆腐的 跟我走 我们老爷有请 这卖豆腐一看 大大夫里面请我们 那是好事啊 咱哪边 您跟我走 说着话 领进那个府门里面了 刚到门口 行了 那个我在这儿 给您盛豆腐 老爷吃多少 我给您摆完了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别往内宅去了 拨拨拨 老爷能行 老爷特意补货 你得进屋 哦 真奇怪的啊 这么大官想他卖豆腐的 哪儿也行啊 老爷可能想当面看着我这豆腐怎么样 当我赶紧进去 戳着话挑着豆腐胶进入内宅 建造了黄东黄老爷新闻的里 黄东黄老爷一看 刚才是你腰化的呀 快快老爷话 是我腰化的 你这嗓子不错呀 老爷我还行 你再腰化一遍怎么样啊 啊 没得我不纳闷啊 摆摆摆吃豆摆挺腰化 这什么脾气啊 行反正您怎么也得赏我呀 不能帮我白腰化 得嘞您听着啊 说的话一两嗓门都呼呼一腰化 你们怎么在外面还这么大声呢 在这屋子里一腰化 震的这房间呜呜直颤 3.5级的地震奉不得 声音很亮 屋里一喝这一腰化 震的这耳朵呀 震的耳玉笼 就这么大声 黄黄黄来一看 心里喜欢呀 好 腰化的真好 撒的真棒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 回老爷话 我叫黄金 愿不得比我好的 我黄通他黄金 比我值钱 好 冲的嗓子也得黄金 怎么着吧 老爷我这儿有一好差事 老爷吃豆腐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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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鸡洗你就不用卖豆腐了 老爷你就跟我包圆了 我怎么卖吃豆腐呀 我让你跟我学阴序话 学生类有你的好处 我跟您学说话 好好好 您说我学什么 这我来啊 大点开始 学生类有你的好处 好嘞老爷 大点开始 你学我干嘛呀 你让我学呢 别跟我一样 用你自个儿那腰话 好 大点开始 就这一嗓子 您做梦多俩的 黄东华已经心里高兴了 就是他了 下 大金起你不用卖豆腐了 跟着老爷我 咱们吃大点 老爷不休 点大了发苦 你能离开豆腐吗 我说老爷您什么意思 我就就会卖豆腐这点事儿 皇上老爷子 几天大远 老爷我是米布侍郎 我得在这文修台上读一文 你说我老爷我这个嗓子 我要是读一回纪文 可能就是下辈子再读了 是老爷我能听出来 您什么意思 我看你这个嗓子两套 到了那天 你替我去 我在后面说一句 你在前面学一句 咱俩把皇上老爷子 寄签大件户能过去了 我 在皇上面前保险你 放你个外论 七品的县官 绝没问题 怎么样 七品的县官各位 过去 十年寒窗户不一定考得上 您就考上了 一年兴之福 各位 十万许花一 肥产谁都想当官 卖豆的想不想 也想当官 想当官是想当官 一龙干嘛 寄签大脸 千谈 骗谁 皇上 这是欺君之罪 这要让皇上老爷子知道了 灭门啊 忠灭九族啊 一听这哪行啊 我说 黄东黄老爷 您别打我玩笑 我哪敢 您这是欺君之罪 到时候皇上老爷子 一知的都得给我宰呢 你要不去 现在就能顺利 来我去 照这么说 不就解决了吗 这不就完了吗 跟我排练排练 说这话 黄东黄老爷 一拿这几天的 大姐那记文 我说一句 是你学一句 放天长运 放天长运 皇帝诏运 皇帝诏运 汤汤汤汤 这么一读这记文 这爷俩排练的 还真不错 练了俩乐 颜首是祭天大卷就要开始了 黄东黄老爷有心 星座了一身朝乎 顶带朝书都是新的 有意的做得宽宽大大 早早班班祭天大卷 头天晚上就早先谈了 都弄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在那圆球台上得等着呀 谁等着呀 让这黄金 穿上黄东黄老爷的朝乎 朝乎为什么坐得大点啊 方便后边藏人 这黄金穿着朝乎 这黄东黄老爷就蹲在这身后面 拿这朝乎盖着 您知道的是俩人 不知道打老眼一瞧 这就是一个人一样 谁还都看不出来 设计的挺好 提前在绿球台上站好了 拿着这几盆等着吧 今天大脸呀 皇上也得来呀 皇上出朝是地动山摇 这文武百官都到了天坛了 皇上还没穿袜子呢 收拾好了 都穿好了 也得来呀 带着娘娘 把文武百官都到了天坛 到了天坛了 一看这个也快上乎了 仪式得开始了 吩咐那小太监 到这礼物食堂跟前 你说这大点可以开始了 这黄金就得着信了 黄金知道的 蹲在后面这黄童 他就也知道了 说着话 俩人都善良好了 说一句学一句 这黄童黄老爷 一拉这头秀 这黄金可就得着信了 那意思要开始了 跪 一说跪 那头里得学呀 这黄金一亮这嗓子 跪 这一嗓子多大点 那元秋台还有扩阴的效果 就跟那小印象似的 这一嗓子打出去 恨不得最后一排都听见 皇上一听也高兴了 好 我手里也出了能人了 这李布什拉这嗓子不错呀 这一嗓子多大远啊 声音清脆 好 这以后啊 这得赏 说着话 皇上高兴 不等跪这儿了 皇上一会文武百官 你们不敢怠慢了呼啦呼啦 就全跪去了 接着读吧 奉天承运 奉天承运 皇帝赵运 皇帝赵运 汤汤汤汤 怎么一读几文 还真不错 几文夸子 谁也没发现 咋子好啊 但是读完几文的 不说这一嗓就结束了 还有咱们一个小环节 干嘛呀 吃这个 做肉 过去这个馒头 讲的是马上民族 马上民族 不能忘本 这到了极天一世的时候 大锅炖肉 但不是您想的 胡烧肉 切的四方方小块 搁着葱姜蒜 酱油 酱料 一个锅里 咕咕咕咕 煮开了 盆香 多搁冰糖 吃完了 就是米饭 一块肉 后面他下两碗饭 不是纳饭 没那么好吃 说的我都馋了 什么肉啊 大块肉 搁的锅里直接炖 也不切 说都煮熟的 骗完了 搁上酸菜 酸菜串排肉 也好吃啊 不接 煮七成熟 还带着生呢 大锅钩子就捞上来了 捞上来以后 拿那四指宽的大片刀 一刀一刀切得分薄 菜的底下 能透链 切成长条的 就这肉 晾干了 一人手里花一块 谁都得有 连皇上娘娘都得吃 就这肉 您琢磨 生的七成熟 比嚼辣都难吃 这夏天 没有一刻钟 您见不了 吃这肉之前啊 在家里都得先做准备工作 做什么工作啊 这跟五百官都知道 到这一世的时候 提前在家里 自个家先炖肉 炖完肉 甭把炖肉 还是酱肉 把拿那肉汤 拿一张草头纸 搁这汤里面 跟这肉 这汤一块炖 炖完的固的味儿的 把这纸摘出来 给它炖干了 多在这几天 大姐一到这一环节了 提前把这纸 从绣坡里偷过来 往手上一炖 发肉就撂这纸上 缩了纸吃肉 还有点咸淡味儿 就这么粥 你想把这肉咽一间 没有一时半会儿都不行 文武百官都知道 但是这黄童黄老爷 是新上任的李布侍郎 他不知道 您昨晚他又是不知道 黄金能知道吗 黄金这儿还美呢 工作完成得很顺利 马上我就是七品的县官了 你别看芝麻利打 那也是官了 这高兴了 一看你一事不好啊 鸡尖大念不光站着 还给肉吃 你这好事啊 工作之余还有零食 这肉发到他这儿了 他也不懂这儿了呀 人都一点一点吃 他不吃 刚唱一口肉在嘴里了 塞嘴里就后悔了 这肉在这嘴里啊 放了扁 扁那边 扁那边 放了扁 自个儿跟自个儿就搭起来了 怎么嚼都不是味 咽不下去 就跟那嚼大相仿 吃着吃着 喝着咽不下去 他也难吃了 他也不懂得这个 他也咬着难吃 就给这肉脆了 这一脆这肉 别人离得远 黄上按说离远没看见 后面黄通黄上受不了啊 你怎么脆了 坏着哪是他脆肉啊 这就是我脆肉啊 他是谁 他扮演的是我呀 我三品礼部侍郎 赠大官 站在祭台上面 我就脆肉 皇上娘娘还在底下待着呢 这哪儿行啊 当时已经一朝一夜 拉着扑秀 不学脆 哦 还没完呢 不学脆 他让着出来了 按说呀 这皇上啊 按说他就腰子出来 你说皇上 没有这块草头纸 有这块草头纸 他都吃不下去这块肉 皇上正想着 guitars 把这肉脆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嗨 皇上这儿 嬌生怪养了 肉朗碎踉了一塞 皇上也脏骨式味儿 不好意思我们外观都在这儿 拿着跑球职当脸 给那小太太使眼神 那意思你挡着我点 小太太明白了 看你过来刚挡好了 皇上这 就进那边 不许怀 给那皇上吓了 皇上心里话说 不光嗓子好 眼神也不错呀 我离他这么远 我都看见他长什么模样 他能看见我脆肉 这一撒子下我出去 您总后边这位能干吗 皇上皇上当时一听就急了 一拉这口秀 没这句 没这句 皇上已经更来气了 没这句你别说呀 我都吃回去了我都 这皇上来就别嚷嚷 哦 别嚷嚷 方上去左部我没嚷嚷 我就请你嚷嚷了我这儿 再嚷嚷我瞅你 再嚷嚷我瞅你 快请你要瞅谁你 后来这皇上 后来实在受不了 一拉这口就起来了 蹲起来了 啪就给一大嘴巴子 你你朝元来那喊 哦 豆腐 才跟我响起来了 誰叫你 谢谢大家